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霸气登顶花椒主播日本冠军 这里请华重点 直播一小时超350万花椒币打赏 相当于实心35万元人民币 可见其不俗的实力与受喜爱的程度 作为花椒数一数二的大主播 Super33小宝贝全网粉丝量超过348万 下午她的直播间刚一现身 就已经有数万粉丝 守候在直播间 并第一时间为她送上生日祝福和礼物 不得不说 粉丝们对Super33小宝贝真是太宠溺了 各种礼物一波接一步 真爱粉更是狂刷 为N多个花椒 客人定制礼物33最清晨和女神降临 霸气指数堪比到名寺 Super33小宝贝 面对此情此景也非常感动 这满屏的礼物看的我都有点飘了 不过有什么样的粉丝 就有什么样的主播 Super33小宝贝 自己在直播间里 也是一直给粉丝抽礼物 送福利 什么充电宝啦 定制打火机啦 口红啦 送到停不下来 让人忍不住想说 你们这样就恩爱 真的好吗 在直播间里 Super33小宝贝和粉丝 我们互相调侃斗举 甚至还交流了口红色好 今天是超开心 超幸福的一天 感谢粉丝们陪我一起度过 在直播快要结束时 Super33小宝贝 向粉丝们真情告白 简直不要太甜蜜 Super33小宝贝登顶 花椒主播日榜冠军巨席 Super33小宝贝 在入住花椒 之前适应客 一直播的当红主播 曾获得过男人装2017年 最受欢迎人切红人奖 杭州首届国际朝人会 并获得最佳朝人奖等多个奖项 此外 中国电信33宝贝卡代言人的 他还参与过新养大作战 青春风暴等多部影视剧 演绎双绝的他还非常有爱心 不仅创办地区公益组织 救助流浪猫 流浪狗 更是积极参与花椒 开展的一系列扶贫工艺活动 力所能及的服务社会 在今年6月份 他跟随花椒团队 深入陕西紫州县农村 为那里的留守儿童 送去助学物资 入住花椒不到三个月时间 Super33小宝贝 就凭借出众的实力 进入花椒主播 上半年主播收入排行榜 在2018巅峰之战春季赛中 他一举摘得青城之争 赛道冠军 被看作年度巅峰之战 青城之争冠军的 最有力争夺者 6月份 Super33小宝贝 不仅作为飞行体验馆 体验了定制的 泰国高端奢华旅游线路 还登上南京 深圳 长州等多城地铁 和公交的移动 户外媒体平台 影响力不输一线明星 在花椒造型体系的扶持下 Super33小宝贝 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得到进一步提升 通过清洁全平台资源投入 花椒维和Super33小宝贝 一样的多位优质主播 提供一系列的扶持 帮助主播实现新梦 花椒已成为 名副其实的造星梦工厂 随着造星梦工厂效果的凸显 花椒逐渐打造出 平台独有的明星主播资源 在挖掘主播IP价值 提升商业变现能力 方面优势明显 据花椒联合创始人余丹介绍 2018年